大半夜突然一台轿车右转 硬生生撞进七楼和电线杆的缝隙中 骑子瞬间被撞飞 肇事驾驶闯祸 竟然就走下车直接离开 警方和救护人员获报到现场 看到车头卡在电线杆上 发现找不到驾驶 现场也没有目击者 只留下这台猛力撞击的轿车 右前方全毁无法行驶 有人看到现场吗 警方请门口店家调阅监视器 原来这是一起疑似车速过快的 自撞事件 驾驶没有受伤 看了一眼自己撞坏的轿车 就这样若无其事的离开现场 我猛招摇我们在楼上 现在要行线通知他道案来调查 他真正的造势原因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驾驶自撞 是不是酒驾还在等驾驶前来说明 但闯祸却没有留下来处理后续 这样的行为够不够成造势逃逸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嘉义综合报导 好 感谢您的观看